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公司以连续平压生产线产品为核心 不断加大科技研发投入力度 自主研发的连续平压生产线相关产品 在国内市场稳居第一梯队 今年初公司就已经接满了全年的生产订单 目前正在加快组织生产 企业的发展离不开科技创新的支撑 我们将继续坚持以工艺研发为指导 不断推出功能创新 高性价比产品 基于客户的需求提供系统的服务 打造亚联品牌 为中国制造贡献一份力量 吉林中信美来牧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是一家木制品生产企业 近几年来 公司开启了转型升级之路 通过整体收购俄罗斯木材出口企业的方式 解决公司生产原材料的问题 同时不断加大科研投入 公司新研发出桃木地板 履包木门窗和木屋等产品 受到市场欢迎 该公司已由原来的单一木制品加工生产企业 转型成为茂工彩结合的外向型企业 公司要转型发展 科技冲新是前提 近几年来 我们不断加大科技创新投入 研发的桃木地板 履包木门窗等产品 受到了市场的欢迎与认可 目前我们已经 陆续接到了上千平方的国内外订单 我们正在加快组织生产 力争实现一季度开门红 作为我州重点医药企业 吉林熬冬药业集团严寄股份有限公司 始终坚持科技创新 致力于新产品研发 不断的研发和转型升级 为企业发展 注入了强大动力 彰显了吉林熬冬的品牌价值 去年吉林熬冬药业集团严寄股份有限公司 实现产值5.4亿元 较上年月升20% 我们对于2024年的预期 还是前景还是比较好的 我们预期2024年的产值增长 要比2023年增长20%以上 今年我州将加快布局新制生产力 坚持先利后破 把握产业发展新趋势 聚焦新领域新赛道 着力在培育新制生产力产业链延伸 提高附加值上求突破 培育抽水蓄能 新型储能 生物医药 新材料和医美等五新产业 升级优势产业 驱动现代化产业体系新引擎 推动全州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 和量的合理增长 作为及零售电商与一体的综合性商超 吉林龙马特越来越受到本地居民的青睐 而随着严吉旅游的升温 这里又逐渐成为外地游客的打卡地 一位来自河北省的游客 将回程前的最后一站 选择在了严吉龙马特总店 好 我们是从河北来到这里的 然后是在小红树上做攻略 了解到了这里 然后来这边呢 就给家人们带一些韩国的特产 像辣酱啊 咸菜之类的 因为龙马特总店 临近网红打卡地水上市场 去年这里的生意十分红火 截止到23年12月份呢 我们的销售额呢 全年收入达到了一个 百分之大概60的一个增长 日均的接待客流量呢 从以往的五六百人 现在达到了一个高达上千人的客流 可能70%都涵盖是 一般是外地游客 然后游客的这个课程来说呢 90后的年轻人为主 它是一个主导的一个消费的主体 为了满足日益增长的游客购物需求 龙马特推出一站式快递邮寄 外地订单打包发运等服务 同时加强供货配送 在吉林龙马特供应链 管理有限公司的装卸区 货车来回穿梭 一派繁忙景象 在一万两千平方米的仓库里 有琳琅满目的生活用品和食品 分检员正在按照订单进行备货 这里承担着全州八县市 近二百家每日龙便利店的供货任务 每天发货量达到两万多箱 比2022年增长46.3% 我们现有车量已经增加了12台 所以这一块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做好当地顾客们的服务的同时 也希望更多的各方 四面方方的游客们到延级来 延级龙马特来打卡购物 刘忠梅在外学习里练多年 后来她放弃高薪岗位 选择回到家乡 开启人生新的赛道 人到中年上有老下有小 回来面临着很多困难 政府和企业给我解决了这些牵绊 真是让我一下子放开手去干工作 她叫刘忠梅老家在浑春市 2001年刚走出校园的她 就进入省内一家老牌矿业企业 从事化验工作 那时年轻上进的她 总是想去外面的世界看看 在业务上更上一层楼 2013年她辞去工作 只身去往南方 凭借对业务的执着追求 刘忠梅迅速成长 可伴随着技术和经验 一同增长的还有对家乡的思念之情 吉林省不断升级的人才政策 更是让她坚定了回乡就业的决心 吉林省出台一些新的人才引进政策 我心里一想 咱们吉林要矿有矿 要企业有企业 我又是学这个专业的 然后我回家乡做事 心里更踏实 2021年刘忠梅回到浑春 加入了吉林紫金同业有限公司 初回家乡 她便体会到了政府对人才的重视和关怀 买房子首付减免百分之十 这都真金白银 咱都看得到 让刘忠梅觉得暖心的 还有人才政策对自己家人的照顾 我父亲一并住院 然后床位特别紧张 突然间我就想到了人才绿色通道 当天就办理完入院手续 然后这个不仅给我个人医疗 带来了一个保障 我的家人也确实享受到这方面的政策 实实在在的人才政策加上良好的发展前景 同样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在大学毕业后留在家乡 加入到刘忠梅的团队 就去年前年 我们企业就留下了60多个大学生 随着新鲜学业的加入 我们的企业会越来越好 两年时间里 刘忠梅的化验团队与企业的契合度迅速拉升 他带领团队不断尝试 仅方法创新就达到21项 实现了快速分析物料矿物组成 其研究成果填补了国内化验行业空白 企业的化验室整体技术水平也不断提升 去年 刘忠梅被周伟州政府授予研编工匠荣誉 我希望能够带领我的团队 在技术创新上能够进一步的发展 能够助力我们企业的发展 助力当地经济的发展 近日广播剧本抗日将领王德泰出版发行 广播剧抗日将领王德泰为研编广播电视台 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县礼作品 由男者指底 于2021年5月至8月 在研编广播电视台 广播朝鲜语综合频率播出 共计55回 王德泰是东北抗日联军著名将领 为东北抗连第二军创始人 为联合东满南满抗日武装力量 为东北抗日游击战争 做出了重要贡献 王德泰为研编抗日斗争 乃至东北抗日斗争取得最终胜利 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广播剧抗日将领王德泰中 既有对话场景 也有背景音乐 我想通过这种形式 让更多的人了解王德泰的光辉事迹 南哲自2017年开始收集 有关王德泰将军的史料 广播剧抗日将领王德泰 从王德泰的幼年时期说起 一直到他光荣殉国 反映了王德泰伟大而光辉的一生 我实地走访了三十多处王德泰将军停留过的 特别是战斗过的革命遗址 有的地方甚至去了五六次 每次去都会受到新的启发 在构思广播剧本的过程中 我注重塑造人物的形象 力求做到栩栩如生 春季天气多变 时寒时暖 流感多发一发 医生提醒做好预防是关键 阳春三月气候回暖万无复苏 然而因为昼夜温差大 是流感等传染病一发多发的季节 记者从沿边潮医医院了解到 近期感冒患者增多 大部分为流感患者 主要症状为高热发烧 如今性感冒患者的话呢 就是发烧的多高温39度以上 有全身症状 肌肉痛啊 关键痛啊 咽痛 头晕头痛的这样的患者多 预防春季传染病 首先要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 尤其是勤洗手 咳嗽打喷嚏的时候 要用手捂住口鼻 保证睡眠时间 确保饮食健康 室内要勤通风 做好居家清洁消沙 做好个人防护 尽量不要到 空气不流通的场所 春季的话呢 早晚温差大 还有气温的话呢 忽冷忽热 所以呢 我提醒大家 就是合理的增减医务 合理的散死 适当的运动 提高一下免疫力 有条件的话呢 可以上那个社区 打个那个流感疫苗 所以这样的适当的预防一下 23号晚在江苏南京举行的2024中甲联赛第三轮比赛中 沿边龙鼎队客场1比0击败南京城市队 取得新赛季首胜 教练组对沿边龙鼎队首发阵容做了较大调整 除董嘉林继续把守大门以外 后方线上是王鹏 徐继组 韩光辉和许文光 中场由李浩杰 李强 王成快 王博豪组成 封线上是伊沃和罗南 开赛后 南京城市队就发动猛攻 不到一分钟就有一次投球攻门 第17分钟 南京城市队黄振飞打入一球 但因撞人犯规在先进球被判无效 第19分钟 沿边龙鼎队在对方禁区外 通过一系列的配合形成射门 可惜李强的射门打偏了 第30分钟 获得任意球机会 由韩光辉主罚 对方门将脱手 王成快捕射 踢到对方门将身上弹出 措施得分两击 上半场临近尾声 沿边龙鼎队再次获得任意球机会 罗南获得队友传中球投球攻门 未能改写比分 上半场双方战成0比0 互交白卷 一边再战 双方均没有换替补队员 第54分钟 罗南接队友传中投球攻门 被对方门将挡出 一分钟后 王博豪也投球攻门 同样无攻而返 第56分钟 沿边龙鼎队终于觅得良机 韩光辉长传找一卧 一卧妙传罗南 罗南一蹴而就 沿边龙鼎队1比0先拔头筹 第64分钟 沿边龙鼎队换上玄智剑 换下韩光辉 这也是玄智剑今年联赛首秀 第69分钟 王博豪获得了和对方门将 一对一的绝佳机会 对方球员王浩然 只好回房产球犯规 裁判直接出示红盘将其罚下 沿边龙鼎获得任意球 一卧主罚 球被对方门将拿到 第79分钟 沿边龙鼎队抢断成功后快速反击 王成快的射门偏门而出 一分钟后 南京城市队也获得射门两击 球同样打高了 第88分钟 沿边龙鼎获得任意球机会 李浩杰大力失射 球踢到对方门将身上弹出 李士斌补射 可惜也偏出 沿边龙鼎队将1比0的胜利 保持到了最后 3月30号沿边龙鼎队将继续征战客场 挑战上海嘉定会龙队 为期三天的2024年 沿边州青少年足球锦标赛 假足赛 20号在龙井海澜江足球小镇落幕 来自全州八线市十支代表队 共257名青少年参赛 沿边州青少年足球锦标赛 是为落实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 和中国足球中长期规划2016至2050年精神 而举办的一项重要赛事 旨在进一步推动沿边足球发展 大力培育足球后备人才 选拔更多优秀足球运动员 本届赛事由沿边足球协会主办 沿边校园足球协会承办 运动员们在绿音场上追逐奔跑 比出风格 赛出水平 展现出良好的精神风貌 全国民政行业职业技能大赛 吉林省赛区选拔赛 继吉林省第三届殡职业技能大赛 22号在延级举行 本次比赛由省民政厅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省总工会共同主办 延级市民政局承办 旨在推动全省民政行业高质量发展 接下来请看一组容美简讯 日前 沿边大学校领导 已行赴南开大学访问 并就两校对口支援合作项目进行签约 南开大学与沿边大学 将在现有合作的基础上 依托沿边大学的办学特色优势 在科研合作等相关领域 进一步深化帮扶 实现共赢 2024第七届 中国县域旅游发展监测课题组 依据中国县域旅游竞争力评价体系 临选出中国县域旅游发展监测 强线强区名单 我州 延级市 敦化市 浑春市 安徒县 榜上有名 目前正在公市中 2024年 延级市将全面开展老年住餐服务 再新建16个民善食堂 进一步扩大服务范围 使更多的老年人受益 3月20号起 延级公安交警 紧盯电动自行车 三轮电动车 摩托车 不文明骑行行为 持续开展 宣传劝导整治专项行动 记者从州气象局了解到 本周我州总的天气趋势是 气温略高 降水偏多 预计全州平均气温为 2.7摄氏度左右 比常年同期高0.6摄氏度左右 本周气温呈前高后低趋势 28号开始气温有所下降 白天最高气温为5摄氏度至9摄氏度 30号气温再次下降 31号开始缓慢回升 全州平均降水量为4毫米至7毫米 比常年同期多2毫米左右 预计27号夜间到28号夜间 有小雨或雨加雪转小雪 30号白天有小雨或雨加雪 本周降水过程向态转换复杂 雨雪混合容易形成电线及通讯线路结冰 各地要提前做好应对 同时城乡居民要紧防高空积雪 或冰锥坠落伤人等意外发生 未来一周有两次雨雪天气 将导致明显路面结冰或积雪 且降水期间能见度较低 各地需加强道路管控 同时提前做好能源保工工作 各地要关注气温变化及土壤化动情况 做好各项背春耕准备工作 同时需加强涉事农业管理 及时清除棚顶冰雪 做好棚式保暖工作 今天的研编新闻播送完了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 敬请关注研编广电客户端 感谢收看 再见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